如果让我定义2023年的年度技术,那绝对是AI。 这一年,AI改变了世界。 我从一千多条头条新闻中只选取了六条最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新闻。 1. ChatGaps的发布 2022年11月,OpenAI发布了强大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aps, 彻底改变了人们与人工智能的交互方式。 2. ChatGaps的发布标志着自然语言处理和理解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 2.谷歌的Gemini人工智能 2023年12月,谷歌发布了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,N-Gemini双子座。 据说比GPT4更先进,谷歌计划向其云客户,并通过BURT发布GPT3.5的竞争对手。 3.微软Copilot 2023年,微软推出了Copilot,这是一项复杂的人工智能功能。 使用GPT4来增强,并应搜索引擎。 Copilot提供对话式交互,改变了搜索引擎技术的游戏规则。 并且在23年后半年,Copilot加入了微软的全家桶。 4.AI工具和平台 2023年,各种人工智能工具和平台相继发布,包括将购E3集成到ChatGap界面中。 这些工具,让人工智能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,也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。 5.人工智能在政治领域的应用 2023年,一位国会候选人在竞选中部署了人工智能,成为头条新闻,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各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。 6.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,围绕人工智能安全和伦理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2023年,人工智能界一直在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挑战。 如果你关注人工智能,那关注我的公众号准没错。